在围棋四天的文化节期间,除了现场音乐、艺术、喜剧、舞蹈表演和越南美食、电影放映等一系列活动外,组委会还举行座谈会,重点讨论在柏林长大的越南年轻一代如何融合两国文化的议题。 这是柏林市和利西藤贝隔区政府首次选择在同春购物中心举办在柏林生活群众文化节,其目的之一是庆祝越南在德国最大的同春购物中心成立20周年。 越南驻德国大使武光明表示,同春不仅是越南人在欧洲的最大购物中心,还对柏林市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当地人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这里也是许多柏林和德国其他地方人民,尤其是年轻人青睐的一个文化目的地。 在柏林生活群众文化节,已经成为该区新的文化亮点。 目前,在利西藤贝隔区的约31万人中,就有近12,500名愿意。 因此,同春购物中心以及旅居柏林和临近的柏兰登堡州的越南人,多年来在建立社会桥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